打起来警察都控制不住了 就算有警察 民众仍然情绪激动 这是中国上海积极封城 防疫清明的现况 民众在方舱医院内得不到物资 乱人东西抗疫 数千人被集中隔离 内部却没有防护 仿佛就像病毒大熔炉 最关键的话 我们是要给这些感染者 提供一个最佳的 这种隔离的环境 对比官方媒体的大内宣 听来更是讽刺 上海防疫乱糟糟 从打算不封城与病毒共存 如今360度政策大转弯 全是政治斗争 凌驾防疫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了稳妥起见 也是为了保住这个政绩 所以习近平就派孙春兰下来 来搞了什么 动态清明 习近平因为不满心腹 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的语录同心策略 派出副总理孙春兰 说好听事救援 实际上就是直接架空李强 总理李克强更不甩孙春兰 到了上海直接找李强 一同进行视察 显然不给习近平面子 孙春兰和李强在上海防疫 各吹各的吊 让中南海的接班内斗 提早上演 孙春兰是管不动上海的 所以孙春兰也必须要拿 习近平的指示 才能压住场面 眼看上海情势越来越动荡 已经当局已经派出大批解放军和武警 前往上海街头维稳 甚至防疫人员竟然直接对民众施暴 不但暴打民众 甚至还拿剃刀 遣接不过外带爱加防疫的民众 从上到下一片混乱 疫情下又碰上中共权斗 最可怜的无非是上海的2500万名老百姓 三迪新闻 微信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